那把克尔斯的一个鳄鱼 确实也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但是还是因为 这个英雄的局限性吧 这大鳄鱼没优势 太难的 太难玩了 哦 再搬一手沙皇 其实这两支队伍 打之前我看了他们 很多的一个交手的记录 我观察了一下 LNG他最近 他是直打 非常喜欢打那种中后期 发展起来特别强的阵容 那OMG 他目前的一个状态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如果直打前期 前期万一没打出就是来 LNG就像第一把一样 他选了一个后期阵容 怎么就翻起来就赢了 那OMG这边 要不要转换一下思路 也打一个中后期的这种体系 那就要看 他就这盘的一个准备了 那说了那么多 拉克斯现在在外面 这也是第一局 被送上班位的英雄 小段直接是锁下来 拉克斯在我们联赛 现在拥有恐怖的69%胜率 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 霸格级别的胜率 你要想到他出场了51场 有69% 你说他要什么 打了10场 赢了7场 那你觉得还好 对吧 这打了 上了50多场 还验证了太多场的一个比赛了 OMG还是先打塔姆 Chali感觉确实 转到辅助位之后 这个塔姆 还是很喜欢玩的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 这种AD转辅助的玩家 比如说前两天 涛博的这个球秀 也是塔姆玩得很好 有没有这个手法 你是打AD的吗 之前就是 我之前也转过辅助 你也转过辅助 但我那个时候没有玩 那会儿没出塔姆 那时候你玩牛头 没有偷太塔 你S5那会儿还没出塔姆 那我忘了 对就是 有没有这种手法 就是我AD平时打的很多 然后我转到辅助 我大概就知道AD什么时候 最需要我保护他 但我是觉得你转型的 不管是转哪个位置 我还是需要选 就是多用一些那种 版本强势的英雄比较好 但塔姆他是偏弱 是防守方的 看看LNG这边 直接是锁下了阿卡利 大概率会给到上单圣强哥 因为这也是本赛季 圣强哥 使用非常亮眼的一个英雄 LNG在赛季初的几波连胜当中 我们回顾当时的精彩集锦 都有圣强哥阿卡利的 这个精彩发挥 也经常有对手 伴他一个阿卡利 那这盘又拿了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挺有 摇摆的 也有摇摆的可能性 为什么 就是因为阿卡利这个英雄 他对线打刀妹 不是特别难打 但是如果对面上单拿那种 像凯南什么这样的英雄 其实阿卡利对线是有点吃亏的 会被压 是的 像女警拉克斯 这个组合选出来 就玩 谁也不怕 尤其是面对塔姆的时候 塔姆是摸不到这个组合的 塔姆笨笨 面对这个组合 前面刚才我们还聊的时候 你问我什么AD 现在好像分吗 惠星爱希 其中就有女警 惠星爱希 我觉得应该是惠星爱希 因为现在感觉 没得跑 没跑 已经没有第二种玩法了 这个玩法太强了 现在 就这个玩法的话 它只要发育起来之后 它不光是扑克强 它有了三项 在出了一个攻速 而且它攻速也特别的高 而且它的一个大招CD 我今天在组 来解说之前 我刚玩了一句惠星爱希 那把输了 我很伤心 那把打了剧场前输了 但是那把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点到后面 爱希45秒一个大招 45秒 45秒 不大一分钟吧 是45秒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真的是 一天下我高玩一把 然后输了 就很难过 LNG这边在第二轮 还是先搬掉的 打野赛拉斯 而LNG这边反手 搬的是中美 毕竟有刀妹在场 还是有近战英雄 可以跟中美做配合的 两边打野 还有一个单人路 没有亮 在搬一手凯南 那他是觉得 这个阿卡丽可能会去中 他就觉得 LNG的阿卡丽 就是吃刀妹的 但是LNG的阿卡丽 不怎么去中 现在外面 大爷死哥也在外面 还要不要把 黄子搬了 黄子吗 我是觉得遗憾的黄子 还是 就他自己 上海把节奏 前辑带得很不错 搬了吸血鬼 就他可能 LNG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 就他也察觉到了 OMG这排 可能也要跟你拖一个后期 对吧 先把这个后期 沙皇吸血鬼 这种大C 给搬完了 嗯 OMG这边第四手 直接是 拿剑膜 还是黄子 还是黄子 但是黄子跟他没搬 但黄子这盘 目前来说 LNG这边的前三手 都不怕黄子 可能LUX 快一点一点 但LUX必须是辅助 看看 骚粉拿什么面对黄子 瞎子 没问题 因为瞎子的话 本身也很灵活 打盲森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选择 打黄子 打黄子 对 打黄子是不错的选择 键膜就 先看一手 看一下最后 有可能还是 中单键膜 上达卡利 对吧 而小几率 键膜打也 对 有一点点摇摆 但说实话 就是键膜 走打野位的胜率 其实蛮低的 而且次数也不多 看看第五手 就有可能是 初开教练跟骚粉 在第四手 选人的30秒 没有讨论出来 玩哪个更好 所以先把键膜选了 咱们第五手 再讨论个30秒 本身键膜是必拿的 还是选一个盲森 其实来到这个赛季 李青的选取率 比起往年 要大大上下 对 因为李青的 主要是这个版本的话 很多打野发育起来 凯瑞能力很强 但盲森不一样 盲森你即使发育的再好 你凯瑞能力就不一样 这可是锅锅此前 在Snake效率的时候的 一个招牌 中单瑞兹 但是来到了今天 此时此刻 锅锅已经不是 那个Snake点锅锅了 我们开玩笑讲 三星中单 对吧 因为当时SS 锅锅说SSG 瑞兹也不是当年 那个瑞兹了 也大重做了 你大也不是你大 你大妈也不是你大妈了 这个瑞兹的 符文禁锢 也已经变成了 符文减速 是 它除非就是EW到 EW是1.5秒 跟原来一样 之前的话 JW可以了 对吧 现在必须EW 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动 所牵连的变化 其实是非常大的 包括瑞兹现在 6级前的伤害 因为它的Q技能 在命中印记的 一个弹射伤害 附加在了R技能上 就导致它6级前的 一个EQ的伤害 其实是低了 而且6级之后 必须学大 之前瑞兹 他10级时候 在学大 而且现在你有 三级的一个剧情者 也可以学 大招可以点三级了 是 我记得我最开始 瑞兹重做的时候 解说还犯过错误 我当时还说 这个瑞兹 为什么不学三级大 那会儿瑞兹 只能学两级大 这种事我都不纠结的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都不会说一张 是吧 对 因为我之前瑞兹 也玩了不多 我一般就自己打一级 不过现在 可以点三级大了 看看吧这场 你觉得两边阵容怎么样 我觉得 OMG 就像我前面所 预读的那样 他们是觉得 前期面对 ROMG的时候 不会打出多少优势来 那就打一个后期 但是 后期来讲的话 现在抛开不谈 这一盘 我觉得这个对线 ROMG这边对线 会很舒服 中单的一个 建模打瑞兹 包括下路 拉克斯加一个旅行 他们这个对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舒服 看一下OMG这边对线 能不能扛住压力吧 上路那个建模 上路的建模就不太好说了 上路这个建模的话 感觉就双人组吧 LOMG的双人组 可能压力偏大一点 而且确实 从上去的表现来看 如果你让 LOMG的这个下路组合 推线推起来 那小段是非常喜欢去游走 对 就像银行人比较深的 就是绿毛嘛 对吧 绿毛主要是下路打开了之后 他就一直去保了 终于也就打了 放音符自己去玩 今天 LOMG对上OMG的川医德比 第二局 此前LOMG是1比0暂时领先 这样阿卡利是来到Plex手里 而圣强哥是草刀建模 他也没有选择一个 最近非常流行的电型建模 而是在面对近战的时候 选了这个周术者 主要是 DOMG这个点的话 他主要有个W的情况下 他也很硬 你要是在建训你那套 combo被这个W挡住的话 你后续没有征服 只是打不过DOMG的 果然是这个惠心爱惜啊 这是现在的 唯一玩法我感觉 因为这个真的太强了 两边都加油 看一下KR上校的各阵容曲线 上校觉得 对线7 对线7还是左边强 中期也是左边强 打到后面 我觉得全面强的 打到后面也是左边强 其实是这么个意思的 我是觉得我个人 好像对你不谈的话 我是偏喜欢左边阵容的 但说实话就是女警这种英雄 你说不好呀 对吧 咋说不好了 因为女警这两天其实上场都是两个极端 要不然就是你说那种情况 就是从队前开始一路强到尾 尾 要不然就是前面炸了 然后中期最后的时候就没了 这场比赛就看不见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你感觉就这边没选一击 但这把他对线是优势的情况下 其实他蛮好发挥的 并且OMC这个阵容的话 中上也 开始看一下这里 抢到两极打一套 他二极没有第一时间接家子啊 并且没有交进化呀 对是的 就女警这一盘的话 现在对OMC这五个人 他手是最长的 又Q到了 还好这个位置是Q的末端 而且阿修罗刚才应该是没有和平使者 是 这双子就是优势 选择这个优势 两把OMC双人组 他选择这个BP的思路太过于保守了 这塔姆一拿你还指望怎么样 就保守了 野区碰到了 这个位置没棋子 这个Q空了 而且棋子转好了 回身被打一套一Q 征服着先变马 回身Q闪挂点燃 直接劝退了 遗憾遗憾也交出自己的闪现 郭郭再过来 小段没有闪现 怎么说 查理也没闪 查理有闪有可能闪现舔 对闪现舔 给郭郭一个机会 但是说实话 他闪现舔有可能是 他没闪嘛 对 他如果闪现舔 有可能是舔到糟粉 然后糟粉也交个闪 对 就有那种可想象 对 夏威梦冲 法律都细带 水上行走 水上行走 想跑起来啊 上把玩的刀妹 也经常去支援边路 这盘 感觉郭郭今天上场之后 新系团队 确实郭郭给和Icon的一个对比性 我感觉差异最大的就是 Icon打的偏赌一点 偏对线一点 而郭郭这两盘的感觉 就有点喜欢支援 对 你看他把他刀妹 对吧 上完再去下 来回走 来回跑 遗憾 这个位置 没有上 是也发现了 在往中走的弗兰朵 弗兰朵也是卡了一个 和蟹刷新的时间 在兵线推进的情况下 想要先把和蟹拿掉 剑魔应该是上男英雄里刷和蟹 最快的几个了 前面的连招 反正并且也不省 花篮吧 无消耗 随便放 哎呀 下路 MG这边被压得好 难过呀 没办法呀 被抢了两次之后 拆里那里 被打出闪现 加残鼠也比较关键吧 并且这个组合选出来 就 可能连线 就只能输线 就认 只能认 现在就看 卡恩和拆里的一个抗压情况了 第一条是土龙 对LNG来讲是比较 开心的 毕竟双足有场上 主要有一个问题是这样 毕竟不停被压到塔下 对方的技能非常好重 并且前面也说到 因为加子把塔下 仅有的那个走位空间一分 拉克斯的技能就特别好重 包括明显的和平使者 对吧 哎一舔舔到 那不敢舔一下 消耗战 中一个技能试语 打不中 李庄人没拉到 拉回来 剑锋第一段打到 巨破之物已经交过了 还有一段 和平清线 剩下这个 这边也是意识到了 又丢到了 赶紧吃一吃吧 有了吃之后会好一点 难顶 难顶 那肯定难顶啊 你看这个五刀树 你就知道有多难顶了 遗憾想过来缓解压力 但事业发现了它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皇子 哎 这个位置也是 没没没用的 就小端条站了 雨景后面是开不起来的 对 这个位置是知道你皇子就算来 也不能对我造成多大威胁 嗯 阿修罗打得很自信 可能需要他打优势吧 对吧 雨景的正确打开方式 Q到了 这下 还好的 能吞进去 打一个消耗 塔玛这个位置是没有闪的 上面 Sofen Q到 交惩戒二段Q 皇子这边还好是极限的 等待对方的天音波 跟回音机用完之后 再交一球 那这个土龙可以拿下来了 而且Sofen这边这个思路很明确 他知道双击是绝对优势的 所以说他一直不要下班去打 对 他只去反这个蛤蟆 对 就没问题了 这位地方下来可能要踩夹子 还在这夹子位置 还好是个双击P 双击P 这波是塔玛起风密集 第一个那个片片换了TP 对 塔玛过来看到了 但他没有起风密集 再换惩戒了 这个位置 应该是Sofen在等这个血线 Sofen被吃进去了 Sofen有点危险 交闪回来 Sofen这个惩戒一时 为什么不下呢 他下的话 他主要惩不死 那个土龙 但是他不惩 反正就 好危险 其实这波我觉得 不惩甚至都可能会死 终极打工 终极打工 这真是终极打工 我能理解你说 就是血线远远没到惩戒 但是惩能回血啊 对吧 15%的生命值呢 但是你要是回血 那那个土龙的冲着拳 就完全放弃了 对吧 但是 就有个梦想 对吧 有个梦想 有个梦想 就万一 OMG这边再碰碰土龙呢 对吧 是是是 但这波最高的结果是 大功皇帝 终极大功皇帝 终极大功 那这样 OMG可以缓和一些压力 对吧 那本身刷完组 一直被压线的情况下 这土龙本该是 爱文基的 但是 OMG这边的秀 我觉得非常敏锐 是 这波Challie打得很出色 嗯 本场的第一视角 好像是克什 想学习 刀妹的一个 一个对线技巧 就去看一下 上路压了线 想来控 应该是能控到 先交了城 来帮不让给郭郭 但是就是 现在这个下路的问题 还是很严峻 对于OMG来讲 不好处理 可能瑞兹中路 推了线 开车来下 还有机会 对吧 如果只有皇子来的话 没什么机会 阿海里应该是损武中了 所以上去 打一套电刑 中野 这个位置 因为瑞兹 瑞兹不在线上 所以两个人 也不是敢 直接冲进去 反这个蓝buff 这样第二组 刷新的两个蓝 是全都被OMG控下来 你还别说 勾勾后一看 虽然 今天没什么 上路场下就是 但是这个联动的感觉 有点老交情了 就我觉得应该是 训练赛 可是两个人一起上的吧 对吧 你现在打 就是这队中野一起打 就有点 下路双人组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就一直在配合 打一些小搭配 是 而且这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突然发现 圣翔哥被压了快30个刀 这波有一点机会 凯硕开到拉克斯有点机会 但这个兵线慢慢推到前面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有机会 这样的话遗憾是反蹲了 想反蹲 查理之后也是迈个破绽 这波看一下 Q没中 但是毛僧上了 被EQ踢过来了 查理 有踢踢 摸眼 伤害差一点 闪现拍红成 回身毛僧先倒 但是圣翔哥下来 这个Q要先杀蛤蟆 把自己的大面 持续时间延长 再一个Q闪 疯了 这波主要是因为 郭郭过不来 然后 反蹲虽然到了 但是LG这边五个人 对 LG是两个踢皮同时下来 而且Kurs跟郭郭都过不来 Kurs没踢 然后郭郭回家出来 对吧 这波我觉得 反蹲的还算漂亮 但是拉克斯的踢太厚了 毛僧这边 一丝血就是死不了 太赖皮了 后续LG这边的一个中上 支援特别好 这波先出已经非常完美了 就是他一次学 哎呦 这个盾 夸张 盾的夸张 小段这个盾 加速新兵 它是双重盾 它那是守护者 加上W的盾 并且毛僧还有一个摸的盾 自己还能摸个盾 还有一个金钟罩的盾 盾盾流 盾盾流 这波打完所带来的最大影响 就是前面刚说的 圣翔哥其实被压了一些刀 但是现在的补刀虽然落后 可是人头却拿得很扎实 嗯 这波打完 有点难顶了 克斯这边有闪的情况下 怎么说 苏粉这边没有大招 没拉住 大招减下速 这位就跑吧 很灵活 对 苏粉主要是没大招 对 他有大招的话 可都会接往很急 对 下路 弗兰多没有大招 没有闪的情况下 包夹了 他有个布甲鞋 布甲会不会 先把线轻了 虚弱套上去 塔姆这边舔红了 弗兰多 弗兰多回身在塔下 塔姆这边再一个舌头 把他舔约在 Cherly 看见表 哇 很漂亮 很极限 这波主要是这个布甲鞋 做出来的话 有点太顶 是吧 没有布甲鞋的感觉 可能已经杀掉了 这一线会不会中阿卡利呢 不会 拼了上路的信号 上路上路 上路塔前 怎么说 拼了 拼了 阿卡利看见了 对 拉住上 但没大招 啊 轻下兵 是 但是骚粉鞋从头挡下 就应该是直接放上路了 下路在推这个塔皮 哎呦 有一条土龙的情况下 并且有黄泽棋子 推塔的速度很快 这个医学塔 应该是用不齐的 应该是用不齐的 有土龙有棋子吧 这边因为是阿修罗 可以单吃几层肚层 阿修罗 第一时间并没有把这个塔 先点掉 同时 阿修罗 跟他双手 是换到上路的话 阿修罗 可以顺势控制条 那这对阿修罗 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 对 其实前面那波 前面那波 五打三过后 现在已经是 小优呢 我觉得 这过后几百块 但有口口 对吧 是 局面小优势 并且克斯这边的话 发育非常好 既然没什么人头进展 他那苦刀还是蛮多的 海西西兰刀 已经做出来了 第一步先完成了 好吧 第一步先完成了 再出一个三项的话 这种就是 前面打团 基本不需要品位的 对 但这个 他这套体系出来的时候 就像他现在 远离1-1-2 我经常不会打很多次 他没什么人头进展 全是巨头 喜欢可以投的人 不能玩这个 我们之前看贴吧 有一个说法 我看虎铺社区有个说法 管这种叫工具人爱惜玩法 因为你一波团战 主要就是靠你的W 一直在减速 跟靠大招给伤害 打一套状态 然后去摸摸塔提 再拿一个渡层 这个时候放 郭郭在下路单带 但是 郭郭并没有 TP 与此同时 PLAX也在上路进行单带 两边慢慢发育吧 现在女警推了上下塔之后 推中路也没弄好推了 慢慢的可以做一个中期的发育期 那这样中期两边几乎都会僵住 对 在僵住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OMG的机会还更大一点 因为 有塔姆艾希 对吧 对 有黄子而且 但是 LNG这边的话 他双人组可以中路压线 如果他们中路压线的话 芒森和拉克斯也可以主动去颠路找机队 嗯 所以两边看一下 所以就看谁中期处理的更好 对 中路的线权很重要 这中路谁推了线之后 两代野斧就做更多的事情了可以 而且下一条又刷的是土龙 那也就意味着 火龙 火龙 那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这波应该是 腰嘴一波 必打的 嗯 开大招消耗一下 但是有个消息 并且 这种炮克里的艾希的话 他夫系可以带 一般很多时候点氏血 他有一些吸血 点血统 就那个吸血 对 大五 挺不极端啊 有那种特极端的玩法 你可以重新再点个终极猎人 加那个 恶意重伤 就是一个是那个 移动受损的额外伤害 一个一直打不了 那个只有四秒CD 等于你两次打不了 然后又加一速啥了 然后就点一个那个恶意重伤 加一个中级猎手 然后你大招到后面 猎手吸血是吗 不是中级猎手 是大招再点CD 就你到后面大招 大概能四十秒左右 就一个踢过去 像默眼回拳踢的 这个针眼都插出来了 但是EQ已经出手了 但其实踢回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条件 尝试还是要尝试的 找好这个针眼 这两分钟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就等这条火龙了 其实肯定不想放 我们其实当火的 那同学我们肯定想控制 一定要打了 看一下关键的装备吧 其实下一波的时候 女警这个萃取如果爆刀 她回播家 能不能把火炮补出来 现在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了 绝对能 应该是绝对能补出来 能补出来 现在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一千三加一千四嘛 对吧 她现在已经够了 她回家 她回家补火 那这样的话 女警的装备会比较起好 好一些 好一些 她已经领先了一千多 回家火炮买出来 她出了个水银事态 是比较担心寒冰吧 对她出了个水银事态 然后踢回中路 继续打 会不会稍微有点保守呢 因为 说实话是 好吧 不保守了 用上了 不保守了 用上了 不比消除 我刚想说 因为打火龙团 爱惜不一定大她 她在很后面 但这一下就用上了 但我觉得可以不出吧 对我也觉得 可能出火炮 这波火龙 单说这波火龙 她的收益会高一点 主要是 女警本身真气 她火力不够强 然后又出一个水银的话 她前期的 这种经济优势 在下条火龙的情况下 已经不复杂了 EQ过来 大阿修罗还是有位移的 打了小段一个闪 而且这个中央完了 要赶紧吃了 否则加弹能把它夹住 那这样吃进去 这波黄子开完 赶不赶得及 赶紧回家 补状态再回来 有点难 有点难 那火龙要放了 主要是视野 RNG可以反控火龙 对 而且这波黄子没大招 这个火龙 对 王曾过来被打一套 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波 毕竟黄子不是在正面的 对于RNG来讲 那这样的话 RNG先把下面这些核道视野 做得死死的 那这条火龙是 非常有主定权了 火龙 RNG应该只能放了 我觉得RNG不太冷静 这波的处理 如果能卡住 火龙刷新的嗓子眼的话 对吧 如果打一波 如果打出来 可以顺势拿火龙 如果没打出来 反正也是果断杖了 但刚才的话 即使打出来的话 火龙还有半分多 对 对 是 这波看起来 好像是稍微有点 着急了 还是 还是那个点嘛 就是黄子这盘 在BP的时候 已经说过 他很难去 他就改 很好的团队 因为其 除了拉克斯 其他几个点 都不怕你 然后拉克斯 他只要 有险他也不会死 如果没想到 他站后面就好了 所以说这盘 遗憾不好发挥 是真的 下路这边 普莱德也是 找到机会 但吃了这个 下路一趟 里面又僵住了 但是RNG 刚才凭借了 拿来这条火龙 的一波小节奏 也是领先了2000块 Challi这边 也很久很久 没回过家了呀 什么时候 能把自己的 三项之力掏出来 这个艾希 两件出来 早着呢 才算毕业 对 两件 25分钟吧 我觉得如果他 没有人头进场的话 24分钟差不多 虽然他也是 两件套英雄 但他是两件 格外的贵 贵呀 三项加西兰刀 都是非常贵的装备 骚芬 在一个大绕背的位置 但这波只能踢蛤蜡呀 闪现踢踢艾希 被蛤蜡吃进去了 蛤蜡这位置开灰 对艾希 交出闪现 浑身 这波一个Q闪加 平安达到了卡兰 骚芬这位置 卡兰可能要扛死了 一个秒秒 规避掉了 必死的防御塔射程 这一下射击 而且 克尔斯下来被Q到了 克尔斯这边也白给了 阿卡丽在上面 还没有死 弗兰朵在两塔之间 玩得飞起 大面消失之后 也没有人能留住他 这个终于塔 可以推掉了 这一波骚芬 看得太完美了 虽然 赛里闪现吃了 对 他吃得非常好 但后续 建模的进场 也没有第二张嘴 最难挺好 这波我还在想 如果只踢个艾希 是不是不太好开 我还在说 是不是要踢塔姆 思路 我觉得 RNG这边的这种 奥运一敷的思路 是非常 出得有细 对吧 开得很粗 但是后续的combo 也是接得很细 看起来五大三粗 对吧 实际上有一些练招 有一些细节在里面 对吧 这波打完 RNG又是 扩大了一些优势 最后拆的已经 跑得非常好 而且黄祖骑是 尝试一球闪回来 鸡飞马僧的 对 这个苗表也很关键 其实防御他 都保不了了 已经加入到了 很高的状态 小段这边的一个 KARS白给了呀 这波主要是 KARS下来也白给了 着急了 着急了 真的着急了 因为后面有个 红度的剑模 你不能碰它 对吧 接下来就得 使劲 但使得方向 有点急 局面来说的话 OMG现在很被动啊 还是那个 我觉得最基础的 那个点吧 就是黄子不好开 黄子不好开的话 还比更难开 对吧 因为都很灵活 那这样的话 只能让你们 去带节奏 第一波OMG的防守 没有做得特别好 我感觉下一波 OMG还是要做 一些防守的 那你说下一波 这个土龙团 OMG怎么办呢 防守的话 一打一打起来 大面加上 招命大胆都开过来 这下本来 单打单都打不太过了 就让子男飞 让人投了 我觉得KARS这把 心急了 对 心有点态起了 他对线 他压了二三十多 我能理解 就是 你 哎 踢过去了 阿卡利也过来 直接一个阿进场 但是还没没有闪 等化阻不了 大完还是要被击杀 查理呼盾开出来 拉克斯就穿了个糖葫芦 在这个口队 马斯一脚先把 好准送到墙上 再一个摸队友 加上 拉克斯给他一层护盾 肉的飞植 随无上去 双分这波 简直就是 靠着呼盾 把对方秀得七分八速 不只是 对用各种的位移 确实也摸不太到 那 这局大龙一掉 我觉得 这个局势 就很难玩了 大龙可以拿下来 下路二台也 能推掉 哎 推不掉 差两下 还是那个点吧 就是 OMG是准备了一些东西 而且第二把的一个调整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也想脱后 但我觉得跟 LNG小品有点至内 我觉得至内的方向 我们不能 只说至内 就放 就是 不负责人的 就扔下一句话 就不管了 我觉得至难的方向 就是 双人组的一个 BP的思路 过于被动 并且打野的话 可能LNG是预读到 遗憾只王皇子 然后选了一些 很灵活的这种 就是第一 不怕你皇子 打野选的 还是有点 BP的僵硬 打野太僵硬了 就是你不能说 看到对面 所有人都不怕 你框子情况下 你还要拿皇子 他前三手当时说了 你拿来皇子 当时已经不好 去框到了 看一下这波 桑芬真的是凭借着 各种顿顿 而且他的团战 每一个Q系 是都命中了 桑芬这两把 真的很骚 这里又是 骚了两波 第一波在下路 那里一丝水 这里又一丝水 没死 太风骚了 这个男人 纯克甲快出来了 我能理解 更能骚了 我能理解 克斯奇的点 我们刚才没说完的 就是 他对线打出来了 我对线打出来了 我压了你30张 其实这就相当于 单杀一次的经济领先 然后你突然踢下去 打了两个头 他就结束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对线期结束了 对 我相信 每个人都遇到过 你打上单 对吧 你把他压得死死的 他踢下去 搞两个头回来 你竟然有点打不过他了 这下 中度的推进 对OMG来讲 已经非常难防守 更别提 Dplex还在上了单带 LNG在使 拿到大龙Buff之处 使出了131的这种 近乎于没有破绽的单带 本来就没有闪现的 开大招 留不住吧 1Q过来 硬坐 队友已经来了 这些命中 弗兰索的吸血好高啊 Q1出来 自己反而要出示 盲色又是W闪 没有提到关键人 可是爱戏 就把阿卡利切死了 塔姆也倒 阿卡利拿到双杀 再第二段R 进去开一个中亚 等待着队友的到来 哇 结束了 结束了 这波克斯甚至都没有 赶到战场 因为他并没有TP 这波确实也可以 尝试一下吧 打波就算了 毕竟现在拖到后面 也没啥优势 我们打一波了 那这波打完 可以一波了 哇 我其实没有想到 第二局 OMG的开局打的 还是不错的 我是感觉吧 就两支队伍的 竞技状态 个人的竞技状态 都还不错 尤其是OMG的这个中野 对吧 来了来了 扫分这边进去 想要把 对手扫死了 推出来 踢出来 能不能防守这波 从全队内出来复活 不行不行 有两个铁分弩 一个叫弹子 一个叫小段 两个人在狂A这个基地 对 我常常以为 我觉得两边 其实竞技状态都不错 但是在思路上 OMG更固化 PP的思路上 可能也是 查理刚转到辅助位 然后遗憾这边的话 准备的不是很 充足的一个PP的一分值 是的 可能也是这些原因吧 我觉得 在接在立吧 对吧 恭喜 OMG OMG也是指住了自己的两年败 在 穿越得比当中 拿到了今年